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有几个步骤 香港走到哪个步骤了 然后呢 英国跟美国又怎么样的加油 怎么样的努力 要让香港的颜色革命可以继续走到尽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也跟香港一样正在选举 而台湾的选举更是对两岸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台湾的前途万分重要 可是就在此刻 我们看到不但是民进党 把香港的局势拿来跟着西方一起打压中国 而且国民党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从上到下 从要选领导人的韩国瑜 到选立委的蒋万安 到市议员的许巧新 到各个多少无数个我都不必要再点名了 跟民进党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他们都是两党一家亲 其实我讲这个事情 我内心是很悲痛的 作为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 作为一个在台湾要做中国人的人 其实内心是很悲凉的 我们才刚刚经历了邱毅被染红 然后被指为卖台中共同路人 然后硬生生的从国民党的不分居民 在里面拔下来 就是昭告天下 你身为统派你就像一个蟑螂 你就不配给我站在这里 你不配 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台独教育 二十多年的整个的台独的执政 跟不敢反对台独的国民党执政之后 台湾现在的土壤就是有毒的 台湾现在的选民就是过半不要统一的 这就是事实 就跟香港一样 香港如果即使这个事情平静了 那个土壤也依然是港独的土壤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董志森 大家好 作家郭冠英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各位朋友平安 好 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学 你看看这个场面 然后汽油站 汽油弹 这已经都是标配了 标准配备 如果抗议示威者蒙面 戴头盔 然后防毒面具 而且每一个人都拿手套 然后这样子 然后拿着汽油弹 这个在西方国家 他就会被定位为恐怖分子 就会被定位为要颠覆政府 那个是后续的无凶无止境的追捕 用刀弓箭 那他们为什么要戴手套 为什么要戴这个样子 他就需要隐蔽自己的身份 跟ISIS到底有什么差别 所有的这些自制弹弓 然后这些装甲车上的六角形物体 是长距离扬声装置发射声波炮 向暴徒发出警告 然后也发现了香港警察的警车 也被放火点燃 这些事情所有的暴力都有 然后11月18日香港的高等法院 竟然裁定 紧急法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下使用 是违反基本法的 而禁谋面法对基本权力的限制 超乎合理需要 所以禁谋面法也违宪 这个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定呢 是非常低级无赖可笑的 因为假设我们现在找了很多 所有媒体上面的报道 他是说禁谋面法是违宪 那违不违宪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香港任何法律他有没有违宪 那个是中央政府才能够定的 第二高等法院说禁谋面法 你示威抗议的时候不能谋面 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那你香港你就高等人类吗 你就可以爱怎样是怎样吗 那我们也知道香港的法官 有很多根本就是外国人 怎么样看呢 于生兄 所以我第一个质疑就是说 如果香港高等法院 真的文字上有讲说 这个行为是违宪的话 那应该是违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那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力 是在你香港高等法院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 有哪一条里面讲 直接指涉你可以引用到说 你的禁谋面法是违反他的宪法里面的版文的 规定的相关的 我也提出来质疑 所以我刚刚节目前我请教郭冠英国大哥 我觉得最多充其量 他可能从基本法里面去寻找他的立足点 说你违反基本法的精神 而不能够讲违宪 因为违宪 那不然难不成 你心中里面讲的是违反英国宪法吗 你香港现在还是港英时期吗 你当然不是吧 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那里面的那个逻辑我更看不懂 就是说他的这个 紧急命令法是违反 在那个紧急情况之下 他说是违反的是不可以的 是对整个重大公安危害的时候是不可以的 那我请问你 那紧急命令法要什么时候用 不紧急的时候才用吗 对啊 那更好笑 紧急命令法的施行有效时间 就是在影响到社会重大治安 对法治上重大侵害 对颠覆的时候 对社会有叛乱的时候 或者整个城市有暴乱的时候 所以才会有紧急命令的适用吗 就是平常的警力已经不复使用 在美国 对 美国我们之前讨论过 加州的种族暴动的时候 没有错 不是总统宣布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所有紧急命令的适用 都是在非常时期 非常态之下的 所以怎么可以说这个东西 不是不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按照这个逻辑 那香港永远没有实施 紧急命令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香港的乱 除了看到街头的这些暴力分子 暴民之外 我觉得知识分子 或者某些香港政府的人 像这样的法案的主事者的本身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使今天香港这个暴乱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所以变成假民主自由抗争之名 行暴动暴乱之时 然后颠覆了所有民主国家的原则 我要请问 英国的法律 有说不能够禁止蒙面吗 有 英国现在是不能够禁止蒙面 是不能够蒙面的 也就是说它有禁止蒙面的 这个法定 书成 德国也有 德国是大陆法系 白子黑字 英国是海洋法系 它约定书成的惯例 那我查过了 英国 美国 德国 欧洲 以及美国 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规定的说 你如果要抗议出来 你就光明正大出来 在台湾我们 随着台湾这么多年 我们从来没有说 可以要求说 可以蒙面的 可以不让人家看得到了 讲难听一点 对华人或对中国人 或对台湾人 或对两岸的中国人来讲的话 敢做敢当 不就是一个男子汉 敢做的作为吗 台湾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戴安全帽 然后蒙面 因为台湾骑车要戴安全帽 然后戴个口罩 然后你走进银行去 去行抢的 所以后来台湾根本就规定 你只要走进银行 或者重要的公共的场合 或政府部门 你不可以戴安全帽 你不可以面罩 那更何况你上街世卫 是人民向政府去表达意见 你有什么好躲藏的 他整个的一个 就是一个恐怖分子的作为 头盔 然后防毒面罩 然后口罩 然后手套 连指纹都很小心翼翼的 不要让人家发现 就是想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香港到今天已经病入膏肓 而那个癌细胞是存在公务体系 存在法院体系 存在整个香港的知识分子界 那个癌细胞不除 你今天割掉肝 明天它跑到胜 没有用的 来看一看 当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是十一月十五号说 目前校园已经被外来人士在内的蒙面示威者占领 事实上根据观察 占领中大的这一些人里面 外来者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外来者 正常的人他们都已经撤离学校了 然后呢 他说所有外来人士 请立刻离开中大 呼吁少部分还留在校园的成员尽早离开 你看他话露出缝了 少部分还留在校园的成员尽早离开 所以绝大部分根本都不是中大的师生 然后假如大学不能够继续履行其基本使命及任务 我们要寻求相关政府部门协助 以解除当前的危机 多么可悲啊 我的家被外来的暴徒恐怖分子占领 我连要求我连请求警察进来 驱除暴徒我都不敢 他是在哀求啊 我们要这样子啊 然后另外一个学校理工大学 多个实验室被破坏 化学品被盗 多么严重的化学品 理工大学的发言人说 校内多个实验室受破坏 里面的危险化学品被人取去 校方认为事态严重 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跟伤害 决定报警被案 状况是这个样子 然后英国 即美国已经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之后 英国怎么样呢 11月13日 英国的卫报报导 针对香港特区政府 镇压街头抗议行动 你看看镇压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英国 英国会以十倍的力量去镇压 可是在香港他就说 英国外交部首度有政务官 威胁使用新的制裁法 要对付侵害人权的人士 英国外交部 亚太事务次长惠勒 他说 将会对香港镇压街头抗议活动时 侵犯人权的官员个人 祭出制裁 你看这种威胁恐吓 然后要去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 已经严重到说 我要挑哪一个人 我要对你制裁 英国国会跨党派 香港问题小组的幕僚 他说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跟港府资深警官 明显将成为英国新人权法案 锁定制裁的标的 所以很清楚 以美国为首 以英国为首的这些势力 他很简单 他就是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国 告诉香港跟台湾 站到街头 用恐怖手段 然后要挟 然后恐吓 然后所有的暴力这些事情是正义的 是对的 所有要维持治安的 然后反对恐吓 反对威胁的 所有的努力 所有试图要讲道理的 都是错的 都是非的 全部都是不正义的 所以必须被打击 被制裁 董哥 现在事情我觉得已经到关键的时刻了 还可以这样忽悠 然后还可以不要把事情讲清楚 我们台湾2300万人 现在几乎9成的人都被民进党 跟台独媒体说服了 都说香港的暴徒是对的 是这样吗 因为长期洗脑是有用的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应该谴责英国政府 因为最近为了气候会议 英国怎么可以逮捕那些抗议人士 就是说 你们的作法更够分 逮捕1500多个 那你看到英国 它其实是一个垃圾下山难不要脸的畜生国家 我再讲一遍 英国是一个垃圾下山难不要脸的畜生国家 四个月前 英国总领事馆的顾言叫鄭文杰 因为他支持晚送中 结果他进入中国大陆就失踪 英国的外交部出来抗议 怎么我们的人失踪你都不交代 后来 大陆的媒体记者只好去访问香港的警察 说这个人怎么失踪 他说因为他去嫖妓 被我们收押起来15天 激进15天 英国人不讲话了 你们的人 这个人都优秀 到台湾念台湾大学的政治系 然后什么不协会 协会到内地去嫖妓 然后还让英国的外交部出来讲话 结果现在已经把他放出来四个月了 他不敢对外公开讲话 我讲这个 我就讲说这些人的那种成见 那我们的人失踪 一定就是因为支持晚送中才会失踪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在栽赃警察 在骂港府 所有人的讲话不是这样吗 董哥 我想挑战一下 那是成见还是故意说谎 我们看到的资料 英国的官员 所有的人他们会看不到吗 他那个英国的总领事馆 驻香港的总领事馆 那个人在大陆被抓起来 他们的英国的情报组织 或者他甚至不能够去问一下说 是不是因为嫖妓 他不知道吗 是装赏还是真不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反送中 很热的时候 到现在还是很热 他们拿了这个叫郑文杰的人 肖像到街首上去游行 怎么可以给他失踪 太可恶了 迫害人权 中共极权暴政 但是 那真相大白以后 他就是去嫖妓呀 他又拜托跟警察 恳求不要通知家人 不要通知我的服务单位 他想说我15天 我在敲敲回来 他不晓得 反送中那些人 把他当作异事 把他当作异事 然后 在街头上游行 在砸 砸到处 整个市容毁坏 那你看到这样你就知道 你说他是成见吗 他是成见 可是英国人心有不甘 过去香港是我的禁软几百年 那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 他要去表现什么 表现中国人是没办法治好香港的 还是我们英国人行 对不对 他要表现这样 那表现这样是怎么样 过去我们在香港 一起一求 所有的高官都是我们派 都是我们的人 现在英国就是那种心有不甘 然后他的禁软 好像过去用巧起好多的方式 把人家占领 现在拿不到那个好处 就出来讲这些话 所以我为什么讲他是一个 下山烂垃圾不要脸的国家 畜生 英国就畜生国家 我老实讲 我很少 你看整个大英博物馆 那些国宝都是谁的 不是埃及人就是中国人 英国自己有 我讲他就是一个强盗 就是一个到处泪斗 不给他泪斗 他就开始讲你坏话 那些东西都是帝国主义 发动军队 然后直接到我们家里面打杂抢杀 还要我们割地 还要我们赔款 还要强卖鸦片给我们 但是你看香港那些问题 比如说你刚刚讲段崇智校长 你知道一个多年前有个女生 叫吴奥协 他是中大的女学生 然后他跟段崇智讲 因为校长跟所有学生沟通 我们现在 反送中怎么样怎么样 那女生把 他本来带边打 把他拿下来 我就是 在警察局 被警察性暴力了 就是我 全世界的媒体 大家把女生敢露脸 表示他被警察强暴 对 然后他这个说法 一直到现在 台湾的绿色政论节目 还每天出来讲说 我们台湾人 怎么可以有人这样没有人格 去支持香港警察 对女人性侵 我的天啊 那段崇智这样逼 被这个女学生这样逼哦 逼完了以后 女学生要他 去跟 香港的警察抗议 跟你们警署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把我们学生怎么样怎么样 段崇智开始本来 还比较保守不敢 后来因为学生勤起机会 所以人家都已经当面承认 就是我照片都被你们拍 全世界媒体都登出来 你还不要 后来隔了四五天 段崇智真的跟警察抗议 可是 这个女生啊 接受了香港商业电台 我名字都讲出来 商业电台问他 他说不是我 我没有被讲到 我是听来的 我们做新闻能这样吗 我们出来说谎能够这样吗 你讲半天是别人的事 别人的故事是你听来 你有办法证实吗 董哥谢谢你 我们要把这个女生 两次的说法我们再验问 再给他通过一次 他叫吴奥雪 好 记得 那段崇智被破 然后你现在发现 他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 因为香港这些读书的 跟我们国际太阳花 台湾这些八九层以上的垃圾教授 尤其那些国立大学教授 他们不要脸 他们学生怎么样 他们就去跟学生 然后告诉学生 今天不用来上课 到立法院就上课 他们那时候是这样 非常地符合学生 去 以你的学问 以你的道德 你是在教授学生的 你怎么会被学生牵着鼻子走 那些人已经不是学生 是畜生了 然后去了以后 到最后你没办法收拾 我觉得段崇智现在没办法收拾 他现在没办法收拾 学生逼他去跟警察抗议 然后他就真的 正式公文正式去抗议 抗议完了以后发现 我的学校被占领了 每个人都依照 我们支持他的方式 蒙着联 然后来学校里面 把学校变成兵工厂 你看最明显的 台湾像林辉煌 像蔡英文这些人 我们支持啊 怎样怎样 在香港面试的那些台湾学生 现在都跑回来 我们政府我们教育部 不应该协助他们回来 应该让他们在香港 留在香港一起跟 缓送中拉学人一起在那边奋斗啊 一起在那边制造汽油弹啊 你怎么把他弄回台湾呢 为什么 因为家长认为很危险啊 你应该为你们的革命去献身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的政府 你的做法就不是蔡政府所要求的嘛 让人看不起 就是别人的小孩死不完 那这一个对中国的锁定打击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知道何君尧是香港的区议员 然后他的因为他支持北京 因为他反对港独 因为他继续坚持在那里 所以过去他的祖坟被那些暴徒 给刨坟了给毁了 然后呢他又被暴徒 用恐怖手段拿刀子当面行刺他 幸好他没怎么样 没死 结果呢 竟然好 发生什么事情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 上议院就不用选了 贵族啦 你懂吧 英国什么样的民主国家 你民主国家 你人是分好几等的 有这个协同 好协同 你有在上议院的议员 他说 致函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 表示该校毕业生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何君尧 言行备受争议 言行备受争议 你要不要讲出来说 你怎么样受争议 哪里不对 你审判人 你不是应该先假定 这个人无罪吗 言行备受争议 就可以来羞辱邱毅 可以来羞辱黄志贤 然后可以来对何君尧 他就促请校方 尺夺何君尧的名誉博士学位 10月28日 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 认为何君尧言行备受争议 接受建议 证实耻夺何君尧的名誉博士学位 这样子方方面面 我来要锁定你 你要剥夺一个人的名誉博士学位 要何等的严重 何等可怕的事情 结果是被刀子捅的人 要被剥夺 他的名誉博士学位 捅人刀子的人 被尊称为义士烈士 我要强调一点 因为英国的水准还是比台湾省高很多的 为什么呢 他只是剥夺他的名誉学士 名誉博士学位 他剥夺我的工作权 他罚款我大批的钱 他剥夺我的退休金 这谁干的 这台湾干的 刚刚小董说 不是 这马英九干的 请更正 我是台湾人 我没干 那是中华民国干 不是台湾省干 台湾省对你很好 不是 那个是马英九干的 好 你们说 这个 你刚刚说的 什么英国是畜生 垃圾下山烂 但是我告诉你 台湾省 中国的台湾省 在分裂之下 他更是畜生下山烂 垃圾 对不对 你是不是传人吗 你看每天我们在谈这些畜生 垃圾下山烂 你再强到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我请问你 台湾省那个叫故宫 那也都是抢来的中国的 所有百分之百 都是抢来的中国的 这个国宝 他如果是一个中国的话 那他不叫抢来的 他等于是 我们的中国东西 可以放在台湾 省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台湾省 不承认你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是强到 你比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还坏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是一个中国的两个地区 怎么都不是 华丽是这样 是这样 该是台独 那是你的解释啊 至少在华丽上 还是啊 还把这个 我们的中国的国宝 还送到他们 那个南部的一个叫做什么 开了一个这个 什么嘉义的这个男生 那是中国的嘉义啊 什么中国的嘉义啊 都被禁止在卖 那是你用讲的 他放了 故宫放在那地方叫太保 太保记得是王德路 王德路是清朝时候 在台湾封了最大的官啊 一品大言 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啦 你讲的那些都是你的想象 你中国一定要收复台湾 现在我们 还有一点 不要不要讲 什么蒙面 英国人 最来杀蒙面的 各位忘了没有 IS那个 砍那样人头的 蒙面的那个 跟那个人头的 很可怕那个 那是英国人的 那是英国人的 结果英国 美国人最后就把这小子杀啦 他们杀没有 没有人就是用直接 他比香港好多 香港只能 只能够去抓还是怎么样 他们直接用最大的飞机 炸的稀巴烂啊 而且不要忘记一点 我以前走 那个十年前我就讲过了 我就是蒙面写文章 为什么不行呢 他们就把我抓出来说 蒙面不行的 再包括现在 现在 那个所谓的这个网络啊 说网军啊 所以抓这个网络 网军本来就是蒙面嘛 在台湾他跟不准你蒙面嘛 你用网络的东西 他都要去抓 对不对 那个就是抓这个蒙面的嘛 台湾可以这样干 人家香港呢 只是 可是蒙面的 你言论蒙面 你言论自由 你言论的秘密 言论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够有暴力的行动 你不能蒙面暴力 所以今天香港 已经到蒙面暴力 而台湾用蒙面的暴力 已经搞了好久 结果台独都是龙冷这个东西 不但龙冷还支持他 因为他们就是蒙面暴徒嘛 全世界主要的国家 都没有办法有一个法律 允许一个人蒙面 一群人蒙面 上街示威游行 抗议了 更何况你是蒙面 全身所有可以辨识 你是谁的特征 全部遮住了以后 然后上街施暴 可是这样的行为 在西方 在美国 在欧洲 在英国 都认为是正义的 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在现在 此时此刻 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这是香港的历史博物馆 就有一位网友 他就去讲说 他到这个香港历史博物馆里面 有介绍到鸦片战争 他觉得非常吃惊 在香港的历史博物馆 是怎么样介绍 英国跟香港的关系 以及鸦片战争呢 以及南京条约呢 他说 把英国的侵略战争 中立性的描述为 军事行动 他没有描述为 入侵强占 凸显南京条约中第三条 英国只是利用港岛 作为修传跟存储之用 也不提英国在1842年 南京条约签订前的 一系列的侵略行为 包括 强行登陆占领港岛 单方面发布川鼻条约 发布通告强行拍卖 港岛的部分土地等等 然后把南京条约描述为 不可回头的历史开端 南京条约叫做 不可回头的历史开端 这真的是跟台读的 教科书有拼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认知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你读了有读的东西 所以你认知就会变成这样子 将南京条约渲染为一个 和平地结的条约 所以南京条约叫做 和平地结的条约 而不提 我们都知道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是侵略行为 是帝国主义下的侵略行为 也就是因为 不认同 这些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所以二次大战之后 才会成立联合国 才会去让印度独立 让菲律宾独立 让很多很多的国家独立 如果南京条约 叫做和平地结的条约 那大家都不要独立啊 就应该认可啊 日本 那个英国到现在还是大不 日不落国的大不列颠啊 他不提这个条约是英国开着军舰 到南京狮子山下 不提说是鸦片战争 中国输掉啊 所以光是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整个的 我们整个的历史认知 是错误到怎样的地步 在英国是这样 教科书这样 连一个历史博物馆 他都把鸦片战争 把南京条约 轻描淡写的 讲为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 英国因为有这个正面的东西 所以英国可以殖民香港 所以我们香港才能够 变成今天这么好吧 是这样吧 是这样一个逻辑 一个心理吧 那台湾 为什么 从蒋万安 11月13日 他说香港的学生跟年轻人 无惧港警强力镇压 为了捍卫自由民主 向全世界发声 及呐喊 对于这样的勇敢 我必须要给予最高的敬意 在台湾 一国两制 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主自由宪政的体制 也不容任何破坏跟妥协 好 蒋万安这篇文章 我痛批痛痴 然后 徐晓鑫 在11月14日 应该还是回应 像我这样的批评 他说 蒋万安的言论 并没有 国治 国民党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 坚定支持中华民国 反对共产党统治 坚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还说 为何不是要某些 背离国民党核心精神的人离开 这个徐晓鑫女士呢 她在太阳花的时候呢 她也就不敢堂堂正正的反驳太阳花 曾经我还跟她在一个政论节目上 她还说 之前姐啊 我说要反驳 要驳斥太阳花 可是我们的长官说 叫我们不要现在站出来反对太阳花 所以当时国民党的青年团的团长也没有 所以他们都是一挂的 都是一起的 而韩国瑜呢 他说 他也在脸书上面说 解决香港情势 我挺港人全面民主普选 他挺港人全面民主普选 然后他说 暴力无助于解决争议 唯有对话才是唯一的方法 我要强力表达我们的立场 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都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 医生委员 韩国瑜这个讲法基本上必须从他目前的处境 还有台湾的立场 还有他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认为韩国瑜讲这个话 基本上我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接受 那因为韩国瑜在之前香港反中东事件开始的时候 一度被台湾的媒体解读成 我们也把它解读成 就是说他不敢正面去回应他 他拖了足足超过一天24小时 才出来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所以因为这样他从时遭受到蓝绿双方 尤其台湾媒体某些的批评跟夹击 包含我们也批评过他 那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讲说反港独 这一点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 因为这个跟韩国瑜的理念 国民党的理念 我们在台湾蓝绢理念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反台独 我们反台独所以一直我们也反港独 那至于他提出来说 他主张双普选 我们在业务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没谈过 香港的特首本来就是从选举或协商产生 他本来就是选举的字眼在基本法里面 那香港的区域员 最终 他说最终 循序建计 最终达到普选的目标 那是不是此时此刻现在 那个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讲说 主张他双普选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我觉得他也没有预约 那基本上他可能是提出 进一步希望他能够化解 香港目前的困局 他建立北京或者香港政府 可以开始来接受 所谓的双普选 那现在问题的重点 就在这个地方 我请教各位 现在香港的这些报名 你给他双普选 他可以满足吗 我问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反对韩国瑜 做这样一个主张 因为他这样的主张 在面对台湾这场 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可以保持在一个 相对依偎在一个 安稳折衷的角度当中 那现在问题 我是认为就是说 目前香港的困境 可能已经不是说 同不同意双普选的问题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 无限上纲到一个 就是习近平总数据说 讲说这要止暴自乱了嘛 他今天已经在暴乱了嘛 他已经在颠覆了嘛 他已经在暴动了 他整个完全是没有规矩 没有法度没有法治 然后呢 他完全心中 没有任何自由民主 尊重他人的想法嘛 所以香港这个城市 基本上我们要问 五六月份 还有一百万人左右出来 做抗议的行动 我们现在问 那一百万的香港民众 你现在是不是同意 香港这一群 暴乱的黑衣分子这些作为 不管他叫学生 或者他是外来分子 他在攻占大学 窃聚理工大学 窃聚中文大学里面的所有人 拿进出来设人家 你觉得他可不可以这样 烧杀掳掠 地铁不能走 被你封锁 把你烧杀 我来人家 我来人来看到人家 很大的一个卖场 卖港式饮茶的 冲进去全部倒毁 全部倒毁 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也不管你是港资 或者是陆资 或者是外资 或者是什么资 反正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问就是说 韩国瑜这个主张 我认为他讲的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理解 但是是不是 就能够解决香港 目前当前的问题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但是从他讲 反港独这个角度来讲 是跟蓝军 跟国民党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没有外面反台图 所以我们觉得反对香港 香港独立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是跟民进党不一样的 也是跟那些 我们在同情 所以香港的 这些抗议的分子 蒋万安 蒋万安 讲法跟民进党一模一样吧 我认为韩国瑜跟蒋万安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反而是 蒋万安自己要深切检讨 在许晓星前来是支持蒋万安 对 尤其是蒋万安的文字里面 有谈到一段说自由民主 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 自由民主 宪政体制也不容任何破坏跟妥协 那香港的暴徒 香港的暴徒 现在请问你 有没有遵守自由民主的机制 有没有 已经没有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蒋万安 如果你真的要讲话的话 我觉得那个逻辑要周延 要持平 要客观 也就是对香港目前的这个暴乱 我们也不以为然 我们希望能够用自由民主的价值 来双方都来做克制 后来做妥协 后来做协商 我觉得这个角度才好啊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外省人请问一下 你评价一下韩国瑜 蒋万安跟许晓星 我觉得蒋万安比较对 因为蒋万安是一贯的支持 这个恐怖分子 一贯的支持这个暴力 那么 韩国瑜呢 反而是双命人 他又支持港独 又反对港独 但是港独本来就会有暴力嘛 一定的 结果他又反对港独 但是又支持双普选 你不要忘记 这些所谓的双普选 民主政治 从世界现在发展来看 其实就是洪水猛兽 就是洪水猛兽 每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地方 都坏透了 包括台湾 过去30年实行民主政治以后 比他前面30年实行的 一党威权的统治坏多了 所以民主政治是绝对不能够推行的 而韩国瑜一方面要反对港独 一方面要实行双普选 双普选就是在当初的 所谓的一个基本法的规定 也是后来慢慢最终的 他现在就要搞双普选 就是现在就要 就要这个 搞这个 就是要搞港独嘛 就要予取予求 又想这个讨好 又想那个讨好 你们知道 你们咱们国民党就认为说 我们要了选举 所以不得不像台独 不得不像暴民 不得不像恐怖分子来妥协 这样子才能 没有 我们国民党没有这样 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 因此我们逻辑上也反对港独 韩国瑜这一点是占助脚的 没有问题 我们国民党绝对反对 跟暴力分子妥协 不然的话过去国民党 怎么维持台湾的安定 蒋万安 违反了国民党的立场 可是许晓鑫 说蒋万安并没有违反 而且他还去攻击 他说为什么不是某些 背离国民党核心精神的离开 他显然讲的是邱毅 这种统派的人 那关于民主呢 我认为中国大陆 也在追求民主 新加坡也在追求民主 但新加坡在追求民主的过程 他一直要强调说 我们走的民主的路途 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也一直在强调 我们所定义的民主 跟西方社会的所定义的民主 也是不一样的 而我个人 我走遍了世界很多国家 我求学工作的经历 我所看到的美式的民主 跟英式的民主 跟德式的民主 全世界民主这两个字 长得一模一样 但它可以变化出 几千几百种不同的样子 所谓的双普选 基本法里面规定的 并不是现在 它要循序渐进 很多香港人 非常自大 骄狂的以为说 我是最高等的人种 我最懂的什么叫公民 但被英国殖民统治 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 并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你们连选很多公民的价值都没有 这一次的香港暴乱 就证明了香港还不配有普选 你要用暴力强迫人家 听你的 那跟恐怖情人有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追你 我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追到你 你不接受我的追求 我就威胁我杀你全家 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你叫现在立刻马上 那什么样的真普选 不是这样吗 所以董哥 到底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怎么办 黄之锋也感谢了韩国瑜 黄之锋也感谢了蒋万安 但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 舆论市场上 整个的话语权 是没有统派的说话空间 唯一的统派的电视节目 也就是我们的节目 也被赶走 从电视上赶走 所以现在全部一面倒 就是都要去挺香港的暴徒 是这样吗 因为韩国瑜跟蒋万安 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他们在嫌疾 所以他去呼和这些人的话 他认为现在呼和这个话是有选票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台湾的媒体九成以上 是挺立挺民进党 那他们可以把整个反送中 把它扭弃 所以我们节目讲的反送中 跟外界讲的反送中 各媒体讲的都不一样 我们都可以举出 哪个人民 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讲什么话 我们都可以举出来 其实 你依照一般正常人 不管你是做学术的 或做记者的 你都知道我们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是对的 从来没有讲错过 对不对 因为这是铁证如山的东西 一个事情的真理 不是人多或人少就对 对不对 戈白尼当年只有他一个 赞成 地球是向着太阳转了 可是那时候整个议论不是这样 整个邪术界 整个什么界都 神邪界都不是这样 可是最后证明他是对 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 就是说现在很可悲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所有的言论都是媒体在操控 媒体把反送中弄成这样 所以大家就讲怎么样怎么样 媒体说国民党那个不文期名单是臭的 所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说抽一只桶 赶快拉下来就赶快拉下来 其实都是媒体在主导 你知道吗 美国是民主国家吗 一个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统 可以把女儿跟女婿 带到白宫去上班吗 这个叫不要脸 陈水扁都不敢叫赵建明去总统上班 川普敢啊 对不对 可以啊 英国是民主国家吗 为什么 大家缴了纳税钱要养女王一家人 现在英国最有钱的人叫做女王 你知道吗 他是最有钱人 他是大家来供养他 台湾 中华民国敢供养蒋介石家人吗 蒋经国家人吗 没有啊 然后这回事 他们是民主国家 不要假装了 我们在节目上谈过好几次 加泰隆尼亚 他们全民自己出来 他们赞成独立啊 为什么不给他独立 碰到自己的人就不敢讲 对不对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 为什么要把他们抓起来 对啊 那个主席还被扣打亡 对不对 各国帮他抓人 欧洲各国帮他抓人 然后西班牙政府有没有镇压 加泰隆尼亚的示威 有 副主席以下被判9年到12年 十几个人都被判刑 好被判刑之后然后现在他们加泰隆尼亚又起来示威抗业 有暴力跟香港一样有暴力 然后西班牙警察有没有镇压 下力镇压 然后其他各国支持西班牙政府 不是支持这些人 所以不要被西方这些假民族给骗了 这些人讲别人好像头头是道 那我们这边的这些搞选举的人 你要了解你自己人生 要是我 我们可能是不一样的人 要是我你要叫我违背 违背我心里的话 而我能够当选总统当选市长当选立委 我不干 我为什么要干 我这辈子要做人 所以董哥你是认为蒋冠安是为了当选 而说媚的良性的话 还是因为他蠢 他就是相信 还是因为他过去在美国嘛 他是在美国嘛 是不是就是他就是相信 美国人 美国爸爸讲的话就是对的 所以呢 他就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 董哥我觉得难过的是说是什么 现在又要选举了 所以国民党就是要选我们统派 你就是要支持我们国民党 那我看到这些 他要我们的票 可是 许巧新也好 蒋万安也好 他践踏我的灵魂啊 践踏我的灵魂啊 我看到他们跟看到民进党是一样 对我来讲 蒋万安当选 许巧新当选 那个是非价值 他们是站在民进党那一边啊 他们不要统一的啊 他们认为香港暴徒是对的啊 他们许巧新是不敢跟太阳花唱反调的啊 要不要把当时电视节目调出来看看 那 董哥 我们在台湾为什么要这么卑微 我们支持统一 没关系 国民党也不喜欢 民党也不喜欢 那我就这样子 那国民党也不要来要我的票嘛 台湾如果有10% 15%的人支持统一 国民党不要来要我的票 因为他们过去在克刚 克刚当然对一些一些学生有影响力 媒体对一般大众有影响力 所以民进党掌握这两个 那他们如果反驳 董哥如果 国民党的人也跟我们一样 看到事实就说真话就反驳 那么社会上舆论上反驳的声音会不会大一点 会不会不会再让更多愚蠢的老百姓 被民党带着走 国民党是自己带着自己的支持者 国民党跟着民党走 国民党的来因支持者就会跟着国民党走 反过来就会说你们 小董啊 黄志杰啊你们错了 你们太偏激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吗 把我们当蟑螂不是吗 国民党从过去就不了解 过去太阳花 国民党里面很多人去呼和太阳花 结果他们有没有当选 没有 输了更惨 对不对 本来连胜文也不会输那么惨 连胜文那时候民调还高 太阳花发生以后 他开始输科文者 然后一路就输到底 就你看了 国民党里面很多人 呼和太阳花 又怎么样 过去呼和民进党的一些课纲 说什么228 这关逼民怀 讲一堆故事 我相信老郭一定是最痛恨这些讲话 但是国民党的确实是很多人 就顺利有那些人的讲话 然后歪起了很多历史事实 或者我们所知道的 一些新闻正确的 一些现象他们都故意去歪起 那等于说 克刚是教学生的 媒体是教一般社会的 全部导向的是这样 然后国民党很多人就迷失了 认为我应该跟着媒体走 那那个克刚不就是国民党自己跟下去的吗 是啊 自己挖坑给人家跳 还逼着台湾老百姓一起跳 还要逼我们不肯跳的人 说我们是蟑螂 我们是勒索人 所以你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啊 这个自己要抓得很定 因为你跟着他走喔 他的群众一张票都不会投你 他只是看不起你说你看嘛 我们 我跟哈利兰你就拿香跟着拜嘛 所以看到的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蒋光安去附和 太阳花的年轻人 去附和民进党的立场 然后这样表态 你觉得对他选票有利吗 马航九当年出来选台北市长 那时候我在跑选举 那时候大家讲说马航九可能不会出来 最后一天他去登记了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八个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现在国民党 因为那时候87年啊 民国李登辉 李登辉 两国论什么都在乱搞啦 对不对 89年国民党丢掉政权 马航九那八个字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就我们的中心思想你要抓牢嘛 你抓牢以后 我用这个中心思想 就是国务孙中山 下来的三民主义政思想 我们这中华民国 是一个一中的宪法 两岸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的前名叫做什么 叫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这是他的前名 所以我们不是两个国家 是两个地区嘛 我们是一个国家 两个地区 我们还没有统一 而且我们要追求统一是不是 是 你把这东西把它拿下来 你就可以对付所有你所有的讲法 我的利润基础在这里 而不是跟着台独的利润基础在走 然后走到最后你发现 你所有东西都丢掉 而且你丢掉最多就是选票 我敢保证就是最后下场就会变成这样 国民党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跟着民进党走 自以为颠倒是非黑白 去附和在台湾附和台独 在对整个大中华的事情去附和港独 然后每天叫骂北京 觉得这样在台湾有票 然后又回过头来跟台湾人说 我比较会骗北京 所以你票的投给我 国民党这20年来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丢掉山河的 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当你不敢勇敢的说你是谁 做你是谁的时候 没有人会瞧得起你 反党独双普选 这六个字 我相信广大的香港市民 没有 一定会热气的接手 香港未来的领导者 特首 直接搞定直选 香港的意愿 直接直选 反党独 北京政府放心 双普选 香港市民放心 这才是问题核心的核心 关键的关键 我要呼吁北京 民主自由不是洪水猛兽 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 中共没有放弃武力干涉 或者武统 武力问题解决台湾问题 之前 我们没有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条件 两岸问题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应该兵戎相见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并不敢松懈我们的国防 所以您问我 我当总统会不会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我的答复 目前为止不会